开服前其实并没有打算玩《爱如初见》这款游戏 但是有朋友再三邀请后最终还是决定和这几位朋友一起去玩玩体验看看 开服前几天大家商量说要去哪个服务器玩会比较好 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不要选前面比较多大佬的服务器 身为一般玩家的我们也不想玩太后面的服务器 它会成为乡下服最终大家都决定了一起去玩家洛奇山 感觉就是应该不会太前也不会太后 应该是刚刚好的 大家达成了统议之后就准备开服出发了 所以我们说一个题外话相信大家都知道 开服后的洛奇山是最多客战和最多玩家的服务器 当时洛奇山爆满了连注册账号都不行 那时候好像一个洛奇山的空账号就可以卖到好几千台币 那时候真的很想多创几个来卖 然后说好的不玩大佬太多的服务器 怎么变成现在全服最热的服务器呢 真的是那时候哭笑不得啦 其实游戏体验是算还蛮不错的 服务器因为爆满也是出现了非常多问题 出现了很多的bug 应该是说整个服务器里面呢 我们这一服是获得最多补偿的那一个服务器了吧 我们这一服的玩家都是因获得服 获得了比其他服更多的这个钻石补偿跟奖励 那我们言归正传啊 开服第一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做任务啊 打打怪啊升级什么的 看到什么都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游戏体验嘛 其实开服玩之前呢我是有做了很多功课啦 会上网牌一下攻略啊 身为无课玩家的我呢最终还是决定了玩法师哈 前期法师超级强势 超爽超舒服的 连PVP都是蛮给力的哈 都可以屌虐其他职业 但是后面呢慢慢的就逐渐不够力的哈 那其实PVE呢还是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职业啦 再加上我们这一服呢 因为时常出现一堆bug嘛 所以呢官方也是补足了非常多的钻石跟奖励 所以呢我们的机体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啦 再加上一些些的运气的话呢 精练加9也是很轻松的一回事啊 所以那时候玩的是算还蛮开心的 其实在卡片的部分呢我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通常都是会保底才出啊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毕竟它还是会时常会有那些 提高吊宝率的一些活动嘛 所以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卡片慢慢弄就好了 那精练这部分呢前面和中间是蛮轻松的 就是说后面加10 要加15的这一个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困难哦 玩了一两个月之后呢 综艺法师在PVE的表现上呢 依然还是可以大杀四方啦 没有什么压力哦 但是呢在PVP呢真的是略显不足了 再加上因为呢游戏要赚钱 再加上呢因为游戏的进度很快啊 就是赚钱的节奏非常之快 哎不是说错了 是更新新的东西的速度非常之快哦 一直出新的一直出新的 更新快呢其实也是有好处啦 就是可以维持这个新鲜感嘛 但是也是因为有很多的钞票哦 来不及赛干的原因呢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跟到那么足啊 以前的游戏呢我都是在玩女角的哦 因为觉得它好看嘛 就是貌似在养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哦 想说在爱的初见呢我们就玩一个男角 看能不能帅一波哦 结果呢我后悔了啊 还是女角比较漂亮比较可爱好看啊 那个时装男生跟女生呢真的是差的有点多哦 那女角的还是比较好看啊 所以呢还是劝大家如果要玩的话 可以玩一个女角哦 养个女儿老婆的还不错 那重点它目前还不开放这个性别转换啦 希望官方可以快开一点啊 我想转女角啊 好经过三到四个月的游户之后呢 法师在PVP呢只剩下控场的功能了哦 法师在PVP越来越不行了哦 已经算是PVP的下水道职业了 这时候呢也出现了很多职业平衡的一些问题啦 有一些当初一起来玩的朋友们呢 在这时候呢他们也是组个组个的慢慢的就退坑哦 有些呢是因为退坑草 有些呢是因为时间跟那个工作的问题哦 好那反正是问题有很多就对了啦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最重要的还是交友哦 那有朋友们一起玩呢当然是非常之好的 没有朋友一起玩的话呢就越来越无趣啦 那最好呢是加上一个友好的一个工会 如果你没有加上一个好工会的话哦 很多时候你想要组队呢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幸好啦我们这一幅的玩家比较多 世界频道呢随便组一下野团还是会有的哦 那说到工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啦 刚开始呢加入工会呢是我们朋友的朋友开的一个工会哦 就是决定要一起来玩的一些朋友开的 那最后呢因为这些朋友们呢 他们就是时间的观点不太一样 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朋友们呢就转了一些工会哦 那我也是带着跟我一起玩比较久的朋友们呢也是转了一个新的工会哦 但是没想到这个工会呢维持了一个星期左右呢 因为会长的原因哦这工会呢就快不行要解散了 所以呢我于是呢又是带我们的朋友们又换去另一个工会哦 那换去这个工会呢又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哦 又是因为那个会长跟理事们的一些争吵问题 导致呢这工会又破裂了 所以呢我们又换了去另一家工会啊哦 那我那时候呢就是跟大家想说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 天煞孤星吗就是去到哪里哪个工会都会倒哦 好那幸好的是呢这次来到了这个目前还在的这个蜡皮兔兔的这个工会哦 待到如今呢我都还没有倒哦 所以呢不懂是这个工会命格比较硬呢 还是没有被我喝到啦 在这个工会里面呢还是相遇了以前的一些战友们哦 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虽然大家还是会打打闹闹哦 有时候呢还是会吵架 那有开心有伤心的 那但是呢还算是一个温暖的工会吧哦 目前来讲是还算还不错的 开服完到现在呢都快半年了 除了很多从开服到现在的Bug都不修之外 比如说过途掉血Bug之外 职业平衡问题之外 属性偷改暗改乱改之外 从开服到现在呢都没有增强过重力陨石法师之外 可比较坑钱之外呢 基本上呢算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款游戏哦 好没事啦我也要转职了哦 希望呢未来的艾伦初见呢会越来越好玩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哦 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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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